北檢今天除了大動作的到北左 來借訓了幾名被告之外 在剛剛下午五點鐘 已經到了高院提出抗告了 所以大家都在問 現在北檢到底掌握了什麼新的證據 未來會怎麼發展呢 馬上請主播江振和 告訴我們你的最新掌握 好 沒有錯 在今天下午五點 北檢正式提出抗告之後 也宣示一件事情 柯文哲跟北檢的第二戰 現在即將來開打了 而現在時間已經到晚上六點多了 北院也證實 他的確收到了北檢的抗告 以及彭正式律師的抗告 這兩份的抗告書 將在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就會送到我背後的 這個台灣高等法院的法警室 不過我剛剛提到一個關鍵 時間 他們現在跟時間過來賽跑 六點多是一個下班的時間了 因此儘管他的抗告書送到了高院 由誰來開合議庭呢 因此現在有出現了幾個情境 為大家來分析 第一個情境是 法官認為我已經下班了 我沒有時間來開合議庭 所以我決定明天再來開 儘管抗告書已經出了 但是明天才來開合議庭 這是情境一 情境二的部分 我來跟大家提到的部分是 如果今天高等法院認為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案子 這是一個社會矚目性的案件 那他就會要求說 值班的法官你必須要來加班 來開這個合議庭 開合議庭的話又會分成幾個 今天第一個如果認為說 的確這個地院的做出的這個裁決 他們認為有問題就會進行跟裁 跟裁之後最快明天就會來開計壓庭 等於說他已經否決地院的這個 所謂的裁決了 等於是計壓庭要再重新開 所以最快的狀況是柯文哲 明天有可能就要開計壓庭 但就要看這個所謂的 合議庭的時間 跟他做出的裁定這個時間 來做而定 好 另外對於檢方來說 壓力也很大 不單單只是柯文哲 因為如果高等法院認為說 北檢你提供的相關的證據 你還是沒辦法說服我 他會駁回 駁回之後 地檢署就沒辦法再另行提抗告了 所以這一次地檢署 等於是用盡的權力 必須要去做這些事情 你可以從今天下午的一舉動 都看得出來 他們最後的一個S牌的大招 就直接翻出來 就是到北索去把人借提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問 想必他們可能有找到相關的證據 針對於柯文哲 知不知道金華誠的案子 他知不知道相關的金流 都是未來在高等法院 抗告的何一廷裡面 最關鍵的原因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 最近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 還給彭內直播